大家好我是小飞 罗布奥特曼TV终于开播了 剧情有两兄弟的家庭日常生活带入 追求时尚的爸爸 埋头钻研宇宙考古学的弟弟永海 当然还有软心的哥哥火海 开头一家人温馨的画面 还是刻画的十分成功 而随着不知名的反派人物 用魔水晶召唤出了怪兽格尔吉欧 弟弟用高科技探测到了怪兽的位置 两人也是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在怪兽的攻击下 手无寸铁的两人慌忙逃窜 在逃窜的过程中 看到了身陷危机的小朋友 于是弟弟去吸引火烈 哥哥则前去搭救小朋友 但同时怪兽也注意到了哥俩 于是一个好火球对着他们喷射过来 微烂之际两人则手拉着手 在湖海里转呀转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就得到了奥特曼的力量 以及变身用的水晶和罗布陀罗 当然小飞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到 罗布水晶的变身方式 反正两兄弟一起从一数到三 就这样便用十分华丽的进行了变身 而最让人忍惧不惊的是 变身后的弟弟不辱奥特曼 面对怪兽就来一个侧踢 没踢到先不说 结果连怪兽在哪都不知道了 这还不算什么 技能也放不准 几次都诬打到自己的亲哥哥 如此坑的弟弟也是没谁了 当然哥哥罗索奥特曼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后两兄弟通过水晶互换变换形态 放大招带走了怪兽 总体来说没有惊艳的感觉 但也不算是让人失望 打斗谢总体塑造的挺欢快 没有以往的那种严肃感 甚至让我想起了当初的麦克斯奥特曼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罗布兄弟 对付怪兽还不是很擅长 或许剧情会像艾克斯一样 在以后的剧情中慢慢成长 目前也只是第一集 还不好做太多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 OP和ED真的很赞 特别是ED 孟非行真的很好听 话说小飞还是十分期待 接下来的剧情里面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各位留言短话关注 咱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